我找不回那些感觉 其实我不想道别 那些过去我从来没想过 我会这样做 从来没爱过 所以爱错 我从哪里起飞 从哪里降落 多少苦能原谅的错 却不能从来过 好 马上我们请建宁老师 来讲评这一组 首先我想讲一下这个谦涵 那我想你自己应该唱完 应该自己有些心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点像小孩开大车 其实你的歌唱技巧 没有办法驾驭这首歌 那至于如云呢 你这歌写得很好 非常好 特别是歌词 可是你的声音完全像该那首歌 你都是在挤喉咙挤出来的 其实你的声音 其实基本上是比较细 比较薄的 那你就会变得 你要很一直很迈力的去 挤你的掌握你的喉咙 如果你很喜欢摇滚 那没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轻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是民谣摇滚 我们可不可以是抒情摇滚 我们可不可以再回来一点点 来看看这一组的分数 首先是魏如云 请评审按灯 魏如云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7 18 18分 好 接下来是洪谦涵 请评审按灯 洪谦涵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13 13分 魏如云的声音出 好 这个小胖老师 我觉得魏如云比较特别是 我马上就拿出我自己专辑的歌曲 先呈现给大家 我赤裸裸的 我也愿意接受这些讲评 这个勇气我还是很感动 魏如云 小胖 千寒 千寒你当然你要改变的那个决心 或者是换歌的那种企图 跟你有别于以往的一些态度 这也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真的蛮同意 见您刚才那些话 虽然对你们是一个当头的棒喝 可是能够听到 在你们的音乐道路上 能够听到一些没有 就是已经第一时间就做了优劣立判 我觉得这个话的内容 是非常真实跟诚恳的 你们要听进去 好 谢谢 每个人都有想要表达的 觉得这首歌对我有意义 这首歌怎样怎样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 适不适合自己 很好玩 所以这一课我们学到的是 到底什么才适合自己 来 两位还是握手一下 这一战恭喜魏如云 省出